你是否也曾幻想过 在前任婚礼上播放一部小短片 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而林作的这个短发女人 却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小 这个短发女人名叫小美 是一家公司的程序员 她不仅人美心善乐于助人 电脑技术也十分高超 而他们的课长却根本不懂技术 还在不停地责骂员工 作为组长的斋藤看不过去出来说话 却根本起不到丝毫作用 小美从同事口中得知前任组长林乌 就因为承受不了她的霸凌而跳楼自杀 但就是面对这样的魔鬼 小美却靠在了她的背后 还对她伸出了含着白色药丸的舌头 接着俩人竟直接在办公室打起了斗地主 第二天同事又在向小美请教 斋藤过来赶走了他们 他告诫小美不要把所有事都揽到自己身上 上一任组长就是因为人太好 才最终承受不住压力选择自杀 晚上众人正在加班 又听到课长吼了起来 他走到被霸凌的员工旁边说道 接着开始剧烈咳嗽起来 小美见状赶紧上前让她先去办公室休息 接着找送饮料的小哥要了一瓶绿茶 来到办公室 客长喝完小美递过的绿茶 又忍不住放了排影 小美拿出熟悉的白色药丸 喂进了她嘴里 客长瞬间仿佛堵神附体 刚想要打出两王带四个二 就双腿一软倒了下去 这时送饮料的小哥也走了过来 正是俩人合谋在饮料和药里下毒 这毒会让她变成痒了 而且精神还会出现幻觉 但却并不会致命 因为小美要让她 原来她正是前任组长的妻子 而饮料小哥则是她的小叔子 俩人伪装身份进入公司 为的就是给丈夫报仇 她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呢